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1月6日星期三的限時間 今次有我許樓山還有小白熊社長貝窩俠雅雅 小白熊應該在量馬籃 不要緊 今晚繼續有網向齊齊發 還有澳洲紅仔餅 鄭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隨時真你好 請大家like我們這段片 留下言最重要的是訂閱網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記住 給回多一些正向的支持和鼓勵小白熊社長 都是那句話 大家一起聽一下賽馬節目 一起聽一下心碎 一起分析一下馬仔不同的角度 其實都是好事來的 那何必呢 何必要一些惡意的留言 這個我覺得不是那麼好的 你不喜歡聽一件事 或者你覺得有不滿的是一件事 但是就不要惡意去影響大家 其他盲友 一齊想聽一下馬仔的心得也好 提示也好 什麼都好 是不是 好了 回來了 馬仔還是馬仔 馬仔有多少隻 好像不知道10跑 因為我不太熟跑馬 我都沒有 基本上沒有 不知道12加還是多少加 那我要說回了 就是今天的50加 他們是發起35加的真攬炒10部的大耀廷搞出來的叫做50加 這個名單update到我們吃飽飯之後回來 看到多了一些 尤其是一切期待 歡迎歡迎 九西毛孟靜 都被捕了 恭喜你了 你要參加這個什麼叫做初選 打算做這些 選區而已 我們知道九西的選區 是的 選區 他自己啦 本來好像我又說想不選 又一定要選 還是怎樣的 有一點半遮掩 跟岑子傑一起出雙入隊 一起拍照的 我們暫時說到毛孟靜 我們在等著他 等著他出來有什麼說 是不是政治打壓 還是怎樣的 真BC都看得怎麼樣的 就是 很多所謂很激的抗爭派 還是不知道什麼派 還有什麼派 說不出了 勇武派還是什麼都好 勇武派 還有就是本土派 很多 總之現在 攬炒派 說到自己很前的那些 很勇猛的那些 抗爭派 看不起老海鮮的那些 你看看你們 一顆聲都不夠膽出 去了哪裡 只會轉了新聞 報平安 報平安 好像蘭西一樣 我現在還平安 你還沒夠資格 還沒夠班 去參加初選 你不是為什麼 還沒到那個位置 走開 彈開 就是你當初連自己抖頭出來說參選立法會都沒有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他要自己握袋出來 參加立法會選舉和初選 五萬多塊 可能也有的 廣會老實說五萬多塊 這個是第一步 這是好像玩啤子那樣 扔個派出來 你之後你再要跟 要成 你一定要扔些錢出來幫自己宣傳 不是隨便你說 當時朱凱迪 隨便有一塊布寫幾隻大字 我時蘭西要選立法會議員這樣就可以了 這支小歌唱不了的 還有那個叫做西貢區區議員 柯廖耀林 他都中了 還有亞布泰生活百貨創辦人林景臨 恭喜你了 就是相當唏噓了 這個 初來打算搞一下生意 做立法會議員行不行呢 現在呢 違反了港區國安法了 還有 先看看 好 第二是誰呢 還有衛生服務界 相當之出名的了 顏色醫護啊 就是黑髒髒的 烏髒髒的什麼叫做 醫管局員工陣線 余慧明 也是 但是他不是醫護來的 他只不過是 在那個醫療系統裏面做IT那些 就是做一些檔案來的那些東西 還有這個呢 完全神隱級的泛民 我們對他走才發現這什麼年來你是泛民來的 還有被人抓起來 就是李國倫 是啊 他也有一個好笑的這個 這個神隱派來的這個 就是他有沒有衝過那些什麼現場呢 有沒有貼過那些光時呢 也沒有戴豬嘴呢 有沒有吃過胡椒粉呢 什麼都沒有 這個呢 參加初選就搞到這樣了 有沒有看出初選是什麼事呢 負責那個協調 什麼差的東西的民主動力 那些35家那些呢 一望成琴啦 耳仔賢啦 耳仔賢啦 一定啦 拉我好啦 沒按到耳仔啦 跟著就戴耀廷啦 這個就恥作勇者 這個不拉不行啊 沒拉他一定是鬼來的 就是 歐樂憲啦 沒打算自己退了這個什麼協調 就算了 趙家賢剛才說了 鍾錦倫 還有這個師傅 當初這個民主動力的師傅 在香港不同的地方 所以好像看起來很大規模的樣子 當然有些就拘捕不了啦 因為有些黃之鋒還在監獄裡面嘛 是吧 然後譚德志就還在還押近嘛 張崑陽那些就流亡啦 那件事啦 羅冠聰和許智峰都是流亡流亡嘛 是吧 我看到那些媒體挺有趣的 懂得流亡流亡 看到那麼多的亡 差點以為是屎那些亡 我們不是去揍他的 那我們先說回來 現在這個真是 有些媒體就說了 喂 就是這個真攬炒 戴躍庭有一篇東西叫做《真攬炒十部》 《這是香港的宿命》 那些篇東西是四月的時候就刊登的 那現在就說成為初選顛覆政權的罪證 我看到那些媒體這麼寫 參選的泛民等同違反《國安法》 現在他們想吹的是什麼呢 就叫做吹 戴躍庭所說的這個《攬炒香港十部》曲呢 喂 這件事呢 是在港區《國安法》之前的喔 那為什麼你又把它拌進去抓呢 千萬不要讓這幫人去蛇歪 所以我看到這些文章這樣出來 這些所謂的文宣出來 即時就要 喂 我們要先導正整件事 現在來說是說你們初選那個問題 你們參與初選 背後你們那個理念 原來就是基於這個《攬炒香港十部曲》計劃的 人家會問的嘛 你說我參加35加這個初選呢 35加這個初選呢 背後那個目的是有動機的不順 是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那你告訴我 我那個35加背後的理念是什麼地方呢 原來回答就是攬炒香港十部曲了 是這樣的意思 拿回你的那件事 那個來歷 就是你的初選那個背後那個動機和理念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要炒的話 就是炒到這個十部曲了 是吧 那個十部曲那裡 其實就頭四、五部還是差不多 其實都是說他們就會是 可能第二、第三部 說他們拿到35席以上 跟著特首和律政司就會展開 什麼DQ他們的一部分議員 到時候需要一些法律程序 一定要去處理 但是那段時間呢 35加他們都能夠主導到立法會的了 第四部呢 就會 他們講明的喔 在這個《攬炒十部》裡面 就是他們那個神功 那個神功是來自哪裡呢 就是來自這些 說會將政府 將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的 所有撥款申請都會被立法會否決 因為他們就說 他們35加的功效呢 功能呢 第一步就是這裡了 但是呢 令到呢 會否決了 政府到時候呢 只能夠維持一般的叫做運作而已 到了第五部呢 他們說要否決立法會的財政預算案嘛 那麼特首呢 就會解散立法會了 還會用這個臨時撥款方式呢 維持政府運作 然後第六部呢 就會立法會呢 就重選 到時候民主派呢 就要派Plan B參選 可能派到陳子惠 Plan B呢 因為Plan B會被DQ嘛 但是呢 他們都會覺得呢 仍然會有35加以上的 會繼續再拿回來啦 到時候呢 立法會呢 第七部呢 立法會呢 就會再次否定回這個財政預算案 到時候呢 特首呢 就需要辭職啦 以及特區政府呢 就會停擺 喂 你講到這樣的喔 你們自己講的 你們那個初選 你們要做 初選做到立法會議員 你們的目的是這樣的嘛 就說解散立法會之後呢 就會成立臨時立法會 第八部 第八部應該是 第八部就說 全國人大都會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哇 多厲害 你們說要逼到香港呢 要進入緊急狀態喔 是不是 停擺嘛 你說要 跟著呢 就說中央呢 就會將國安法呢 就直接呢 就適用於這個香港 解散立法會成立臨時立法會 跟著呢 就到時候呢 下屆特區政府呢 就會由這個協商產生呢 就大舉拘捕這個民主派的領袖 拘捕完之後呢 就第九部 街頭抗爭呢 就再一次 還要鎮壓呢 非常之多拔甩的 到時候香港呢 再次要發動大三霸 又炒多次 是不是 去到第九部 即是第九部呢 到時候要全香港陷入停頓 哇 厲害啊 第十部呢 就是西方國家呢 就會對中共呢 實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呢 哇 厲害啊 想到都覺得發了 是不是 喂 你這樣的 你這個初選的 你這樣搞的 為什麼會 你覺得是沒有問題呢 是不是 你說要 大家初選完之後呢 是要這樣去對待那個香港政府 就是要這樣去 令到香港停擺 你說陷入停頓 是不是 還要再一次呢 這樣鼓動到街頭的抗爭 就要非常之 非常之紅色 是不是呢 這個動機已經很有問題了 是不是 所以其實 如果真的成功了 就很糟糕了 這個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 我們之前的節目都說過了 就是會不會為了叫做雙普選 或者叫做不起訴的那幫黑暴呢 要將香港推入這個這樣的地步裡面呢 是不是 值得呢 是不是 沒有可能的事來的 是不是 他們可能覺得值得的 他們覺得值得的 有民主就可以了 是吧 攬著手足在一起 這樣就不用吃飯的 是不是 你眼看我眼的一頓 其實這個攬炒的前身 前身就是招土政策 他們就是 你將這裡全部變成移為平地 這樣你才沒有了價值 沒有了價值 共產黨才不理你 不理你才有自由的嘛 我聽到也很恐怖 腦海不怕掛你之外的朋友呢 就是在香港做金融 他聽到這些面子 對不起 我真的要移民了 一個地方的人 居然說很愛這個地方 但是將這個地方移為平地 他覺得很危險啊 這個地方 他跟你說 我將它變成這個叫做 燒焦了之後就可以重新 就是要當了那套電影 荷里活電影那個2012呢 或者明日之後那些呢 冰天雪地圓之後 哇 太陽出來了 我們將來 我們會重建我們更加美好的家園的了 那些這樣的嘛 好啦 那我們講一下 李家超也出來講的話 拘捕了一批涉顏覆國家政權的活躍分子 哇 厲害啊 跟我們剛才講起的35家這個戴耀廷十部曲 你們跳了這個十部曲 跟他們一起跳 跳完這十部曲 那他們那時候講的一件事很好笑的 就是說如果可以做到這樣 簡直將這幫泛民呢 或者香港人呢 就真的可以將香港政府 所謂的政權 這個暴政呢 一起攬起來跳到懸崖了 這樣 現在好像不是啊 你們自己掉下去了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十四億人喔 香港就算全部人都支持你這幫人 都要七百萬人而已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可以叫做 就是他意思就是說 要看香港人的決心有沒有這麼堅定 就是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就等於是可以了 是不是 有些人就說 哇 不用十部啊 做到第五部啊 都嚇得了 快了啦 就是還沒去到第十部啊 就是已經呢 林鄭月娥到時候已經跪下了 會 你不要笑死人啊 你們這些 一盆散沙 是不是啊 就是你現在還跟香港人說呢 你說不如這樣吧 我們現在這個情況啊 已經是五爐七雙了 你再跟我們說不如這樣吧 我的絕招就是七雙拳 一連七雙 先雙自己 後雙敵 這樣 有沒有人肯呢 然後沒有啦 是不是 那麽李家超呢 那麽李家超呢 都在 補充局長啦 這陣子都很忙啦 又出司令了十萬福特電擊 我們一起 再看看李家超怎麼說 再看看這幫范步派怎麼回應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作討論的啊 那麽現在呢 戴耀廷這次呢 真的都 喂 可能他是不是自己呢 做過監等呢 就是對於 就是要坐監呢 已經再沒有那個恐懼啊 或者已經是覺得武感 這些稱之為叫武感 吵不就再吵咯 還是怎樣咯 是吧 嗯 不過另一方面要看回呢 就是鍾廷耀的香港民意研究設計的 這一壇的叫做 叫做幫他們呢 接job這樣搞這壇35加出來呢 我們到時都要再研究一下 究竟它是牽涉它的成份有多少呢 也算不算是可以叫做 是檢控它呢 或者這個呢 都值得考慮一點點 另外也要補充一點點資料 就是 湯家驊呢 講了一個非常好啊 有一番話都講得非常好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資深大律師 他講的法律觀點 當然是有力很多了 是吧 那他對於這幫奇奇怪被捕之後呢 他又講了一番話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分享的 他說如果單純是組織初選 或者是否決預算案的話呢 其實呢 是不會違反港區國安法的 大家要明白這件事情 要分開兩件事情 是吧 35加是一件事 否決財政預算案也是一件事 是吧 不過我們全部都引述湯家驊 沒錯 沒錯 引述的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他 是對不對的 他的觀點 他用法律觀點下去 就是不要說 什麼 這樣做 判他十年了 你有沒有搞錯 你幫他是不是支持他 我們只是引述而已 讓大家評判一下 或者是湯家驊 怎樣去講這件事 我覺得是幾值得去講 大家都有講到去思考去看 是 他說如果想在議會取得大多數的議席的話 其實都不會干犯這個叫做港區國安法的 達成這個違反港區國安法的目標 大家要明白這件事 35加 那總有一個派別有機會是過35值 這個是不可以否認的 其實區議會他們都過了的 都過了一半的 是不是 那算不算是違反呢 那不算的 要明白這件事 干犯這個港區國安法的目標 是要嚴重干擾或者阻撓特區政府的施政 是吧 我們剛才 為什麼剛才我們要花一些時間 來講攬炒十步的意思就是怎樣 他們說要怎樣否決 怎樣令到特首要辭職 又說怎樣要停擺香港 停擺政府 停擺政府的運作 其實都是阻撓和港區國安法的阻撓那個影響 這個已經是有直接的關聯了 沒錯 再講了 就說基本法其實第七十一條那裡 其實已經寫明了立法會的職能 是要通過財政預算案的 就是個別否決預算案 所以如果去否決財政預算案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不違反基本法的 是的 要講回如果事先聲明 要將所有財政預算案都不能夠在任何情況下否決的話 就會有機會干犯港區國安法 就是剛才我講過了 你無差別式什麼都要堆死的 那當然是不行的 這方面 那你就已經是叫做阻撓了 那現在呢 也有講過的人就是說 會不會是投票的都會有問題啊 投票會不會都有事啊 湯家瑋也有講的 至於投票初選裡面投票的市民 會不會是叫做犯了港區國安法呢 他說呢 就不能夠一概而論的 因為刑事罪行下呢 需要證明到相關人士的犯罪意圖先 即使呢 要清楚他有關行為是違法 或者是 也都是他投票呢 是干擾政府施政為共同目的才行的 即是如果他只投票 那他就證明到 是沒事的 是沒事的 那你要證明我 投這一票出來 是真的相信呢 他是會到時用來改變政府 什麼什麼阻撓他 攬炒十步那些 是嗎 那些證明不了 其實又起訴不了他的 所以基本上 你說不是啊 我投許智峯啊 就是知道他這個都著草嘛 知道他這個都廢嘛 知道他做不到35家嘛 我就投他了 但是我想泛民做 但是我又不想35家實現 他說而已 我不信他的 其實 他說自己做到這些 我不信的 其實 那你就要證明到這個人 他相信許智峯才行的 那可能你要起他的Facebook 要起他不同的東西 怎樣才行的 就是這個意思了 所以 那些市民關不關事呢 這一點呢 真是相當之難和相當之微 好啦 我們講一下大躍庭一語成章 我們暫時講到這裡先好嗎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